在四川万物皆可回锅 这个回锅你吃过没有 猪脑可回锅 这个猪脑我们煮了一个小时 捞出来先晾冷 猪脑晾冷了 这下来去煮 回锅的猪脸包就不能煮那么啪 稍微更轴点回出来 它才好吃 就跟我们煮二刀肉一样的 八成熟 这个骨头还可以再调一下汤 来 中间先切开 这个是公主 我最喜欢的 这个猪脸包我在菜市买了八块钱 这个全骨的价格猪脑都有 但是价格都不一样 在外面我在外面买的 其实厂头有很多猪脸包 是因为请工人吃饭 我一直有个愿则 就是我隔钱 原来在东江那里拿着厂头的东西 我说的我隔钱 但后头都不瘦 所以说我羡慕的发 比得我每次请他们吃饭 我在外头去买这个猪脸包 这个样子才是真心事意的请客 要不然就成了人家出东西 我那请客 这个就更怪事 是不是 对了 切好了 满满一盆盆 来 这个是特别的特材 米豆腐 哇 这个东西特别的有嚼劲 短肠心 切成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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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回锅肉 讲究的就是一个如香水醋 因地之仪 有啥子用啥子 所以说 回锅肉有了那么强的食饮能力 每个地方都可以做 对了 开火 现在做好锅 我们很快的是青椒 先撇一下 切切碗了 小时候最喜欢炒火 不要这样 热火 而且一般还丢个红烧在里头 爽 对了 这是成头 猪油减质不全 你看 都是大盆大盆的店 准备的就先吃猪油 这个汁给猪油下起 香味就出来了 猪油化了 猪脑壳下锅 点起手 海外花椒拿一把 现在慢慢干熬一哈 来 肉烤香了哈 豆瓣下锅 接下来菜给它扁 微微打点白糖 火锅味 青椒下锅 米豆腐 米豆腐下锅 这个米豆腐还不能切得太薄 要自己厚点哈 它肉积极的改造才强 这个要炒香了哈 起锅之前来点酱油 来点味精 来点味精 碎咯 整个开盖 哇 再炒一哈 当厨师就这点好处 可以先上一块子 来 猪两碗炖仔碗来一片 嗯 合适 米豆腐 大鱼蛋 起锅 这年底料卖香肠辣肉 经常都要来青菜来 每次去他们吃饭 我还问他们 下排想问啥子跟我说 但同时各位粉丝 你们想看我吃啥的大锅菜 也可以炒出来 好 我们共同说些 共同进步哦 开饭